我今天换了一个背景 是换了一个背景 上次那个背景太花了 教授已经来了 大家听到教授的声音了 哈喽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声音 哈喽哈喽小教好 小教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焦点哲学院的观众 教授的今天啊 这个稍微晚了一点点 所以先赶紧出来跟大家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因为最主要的原因 实在是因为到这个 我人常常就是暑假期间 都到大陆来 就是各方面的话 设备各方面应用起来 不是很熟悉了 是这种情况对吧 我们都在等着这教授来上课 那么今天当然是 大家最期待的焦点哲学院 坐证我们的 当然还是台大的哲学系教授 院举证院教授 所以也欢迎大家 可以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教授今天又在广州 来跟我们连线做节目了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聊到的 第一个话题呢 也是有人去了中国 是谁 是雷蒙多 雷蒙多的这次访华的行程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期待的 我看得出来啊 双方呢 也都是给予了比较高的 这样的一个善意 而且是比较高的期待 最新的消息呢 是看到雷蒙多 已经见到了中国大陆商务部的 部长王文涛 而且在双方的会谈当中呢 不出意外的雷蒙多也提到了 近期在在华的这些美国的企业 可能呢有一些 比如说中方采取的行动 雷蒙多也表达了担心 虽然没有直接啊 提任何公司的名字 但大家心里知道 肯定跟这个 比如说美光啊 还有包括了在中国的一些 美国的企业被突击啊 等等是相关的 是的 所以说这一次想也想请教授给大家来聊一聊 您对雷蒙多的访华期待之高吗 这个目前为止啊 从六月份从这个布林肯啊 然后经过了这个 耶伦 来过好多啊 其实最早先的话 有这个CIA的这个总长 博文斯他们来啊 就想起来雷蒙多严格来讲是第五位 但是他极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位 最重要的一位呢 主要是有三个方向 第一个的话呢 他这个叫做商务总长啊 这个美国的商务总长跟我们一般来讲的话呢 这个商务的概念是不一样的 他们商务总长呢 包含了这个比如说科技啊 比如说美国的贸易啊 比如说美国的商业啊 美国的往来啊 还有这各方面 所以他基本上的话 他是一个战略型的角色 所以说这个他本身的地位还不一样 然后第二点的话呢 这个中美关系呢 大家彼此今天已经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说呢 要尽可能呢 不要脱钩锻炼 但是想办法呢 要去除风险 那雷蒙多的态度 当然是以美国的利益为主 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那么雷蒙多本身来讲呢 他是要大家把话说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啊 就是说美国对于他的国内的安抚的力量 比安抚国际要大得多 也严重的多 所以雷蒙多这一次呢 访华本身呢 那么这个共和党的这个众院的议长 麦卡锡呢就已经表示了 他们不抱任何希望 就是希望不要损害美国利益 所以说呢这个讲起来 虽然呢是这个重要的 但是雷蒙多本身就要面对这个国内的会批评的情况 所以说如果表现得太好 那就是受的批评比较严重 表现得不好那也是批评更严重 那第三点的话呢非常重要一点 就是说呢我们要了解目前为止整个世界的局势都不太好 那我自己呢这一次呢参加到了珠三角啊 我看到的情况来讲的话呢 就是说我跟很多人都在鼓励了 我说这个珠三角不好 长三角不好 然后这个其实讲起来是全世界都不好 包含东亚地区东北亚地区东南亚地区也都不太好 整个经济发展迟缓 那么雷蒙多本身跟中国之间的交汇的话呢 他们有必要也有义务 要把这个整个经济建立起来 那么这个当然是个好消息 整体来讲是个好消息 就是说美国基本上认为世界经济的发展 不能没有中国这一块 没错 这是他要来的主因了 是 但是刚才我觉得教授就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第一点 就是现在全世界的经济都不好 其中当然也包括了中国 所以中国呢其实在对于对外的这个贸易当中 他也是非常期待雷蒙多的这次访华的 要不然我们怎么会看到就说呢 其实中方释出的善意也是非常大的哦 比如说这一次直接说的是邀请 而且呢在机场的时候 我们也看到了派专员去迎接 可是呢这边我想跟教授来下一个探讨的就是 大家也知道就像刚才教授说的 美国方面还是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为优先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 雷蒙多能不能够达成让中国人民 让美国人民都相信 即使是在这样的一个保护前提之下 双方也能够做经贸方面的交流呢 我觉得相对而言雷蒙多重要的原因 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就是说他要达成的工作的指标非常明确 他非常明确 我随便举几个例子你就可以了解得到了 就是说是因为首先这个他的层级比较高 这个王文涛的话呢 就强调是邀请 以往的话呢 像布林肯来的时候非常难看 就是说是你一再要求要来 这个意义就很不一样 要求跟邀请是差别非常大的 那么这个是可以了解的 那另外他的话呢 比如说我举最简单的例子 第一个博音公司的飞机中国要买几架 这个737的这个MAX要卖几架 对不对 这是很具体的指标 你不能光跟那个空把买啊 对不对 然后呢这边的话呢 对中国来讲的话呢 1919能不能飞到美国去啊 那这个可以有商业利益交换嘛 所以说这个很具体 这个谈成它非常具有指标意义 另外的话呢 那个科技公司的话呢 美国现在的话呢打压所有的高科技 所有的芯片啊 都不准往中国这个输出 那现在的话呢 为了表达善意彼此之间的话呢 双方都是尽量在表达善意 这边讲的话呢 对于严格上的要求啊禁止啊 各方面的话呢暂缓啊 那么这个是另外的话呢 中美科技的这个协定啊 这个1979年邓小平定的 到现在啊再继续延长半年 这些都是善意啊 雷蒙多本身做的工作当中 除了要促进商业促进贸易 还要促进科技的交流 还要促进高科技的管制 这些做事情的方法 对于雷蒙多来讲 他占据的一个非常具体 而且有效的位置 所以说呢 他要达成事情 跟以往前面几个内阁官员 来的意义就非常不一样 所以我个人的话呢 会觉得说 这个美国本身的问题 可能比中国还严重 因为美国的话呢 他是这个富人很舒服 穷人很痛苦的情况下 那但是选举的时候就涉及到 不管平不管富 都需要被照顾到 那被照顾到的话呢 需要几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比如说啦 美国这边呢 但是美国这个国家有个特色 他就要占到一点便宜的时候 那他觉得获胜 那中国本身呢 大到足以提供一些便宜的时候 那这个也获胜 所以我觉得这个双赢的这个计划 这个Wing-Wing Game 是非常有可能成立的 是 我们来继续观察吧 因为雷蒙多这次要在中国呢 待四天的时间 那么这一次刚刚只是见了王文涛 所以算是一个开场 我们接下来在节目当中 再来跟大家观察 看看雷蒙多 是不是可以达到双方所期许的 真正在这一次见面当中呢 可以有实质性的一些进展 比如说这个合作的清单加长啦 像谢峰说的 然后呢这个制裁的清单缩短啦 或者像刚才教授说的 737要不要买 那么C919要不要去 我们来看看实际的成果又如何 那么说到了中美在科技啊 还有贸易方面的竞争 接下来呢我们要来看 也算是一个相关的话题 就是这个千人计划 是不是要变身 起名计划了 这最近呢是看到很多西方的媒体呢 都在报道这件事情 说是呢要以起名计划的新名称和模式 来重启呢停止实施的 所谓的千人计划 大家也知道千人计划了 就是为了来招募海外的科技 还有尖端的人才 而且我看到有报道就说 说这一次呢 跟千人计划有不同的点呢 就是新的计划 不会公布名单 招聘的内容 也不会出现在政府的网站上 但是有爆料就出来说呢 说大部分都是针对的是 美国顶尖大学的学生 然后说呢至少要拥有一个博士学位的 对于我们教授来说 在海外留过学 有一直呢是在学校里教书 所以您是如何看中国的 无论叫千人计划 还是起名计划的呢 他这件事情啊 这个计划呢 有三点是非常特别 而且重要的 就说第一点的话呢 美国对于打压 中国高科技的发展 是不遗余力啊 现在做到了几乎滴水不漏啊 因为我前阵子 就是前天把在这个深圳这边待的时候呢 就是听到他们讲到很多的实际的案例啊 大家都感觉到确实是这个草木皆兵啊 感觉上是非常紧张 所以说呢大陆现在的话呢 唯一突破的方法就是高科技的突破 没有别的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因为高科技的突破是这个整个时代当中的最后精神 那高科技突破当中的话呢 就是人才钱财还有基本上要讲机运 那我觉得这个机运的部分的话呢 中国来讲中国其实是高科技发展的后段班 但是机运一直不错 如果你本身对历史有兴趣的话 就九零年代苏联垮了以后 我们从乌克兰那边就一直不断的进口高科技 那另外的话呢 这个千人计划原来的千人计划我认识很多人啊 我认识很多从事医疗的啊 从事这个高科技的啊 从事生命科学的啊 这些我都有朋友 但是这个千人计划的参与呢 他们呢本身呢也是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性质 这个性质呢除了薪资不错 除了被国家重视以外 还有一点我必须要强调 真的是要有那么一点爱国的心 如果一点心都没有的话 因为因为全世界都在抢高级科技人才嘛 那那个对美国的话 我最近就有我最近就有亲戚哦 他们家里是台积电的工程师 就全家移民美国 到了阿里奘纳的那个凤凰城去了嘛 就说这个就是很典型的 以往的话呢 我们觉得说美国绿卡 不要说绿卡了 签证都不容易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你只要是人才 那就尽量大家彼此这些相互就是这个 大家就是尽量提拔 所以我觉得千人计划本身来讲的话呢 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为了这个薪水啊 因为现在的话呢 其实高科技人才跟着薪水走 那是可以理解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这个国家对你所研究的题材科目的重视 你要挑这种人才不容易啊 你要老早就是暗中已经注意到 他发表的文章啊 他做的事情啊 他来中国态度 然后第三点最重要的就是 不能够说明白的就是你基本上啊 就是要有一点爱中国的心 我认得的朋友参加这个千人计划的 尤其是我们在台湾的这个 所谓的这种外省第二代人 他们基本上都跟我聊这个问题 他们说因为在美国薪水很好 生活也很稳定 那都没有必要搞这个 而且还有一点风险 现在风险很大对不对 所以大陆本身呢 在配合这个启明计划当中 他是非常低调 然后你参与的话来就是像好像 好像就是等于说是秘密从事一样 然后自己本身能够贡献的 你会谈到这些部分 那这个部分呢当然了 我是乐观其成了为什么呢 因为我觉得今天这个卡脖子的问题 在中国本身来讲 虽然讲的是理直气创啊 就是说迟早我们都会突破 但是这个迟早的话呢 只可能迟到十年哦 你要了解中国会是就是这个 称呼其后十年了 所以这个影响力非常大 但是如果你快的话呢 就提速啊这个是两到三年呢 三到五年这个总是好一点 所以说这个是不得已的做法 那个大家要平默契 其实我觉得你有没有爱国的心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教授讲提到了一个非常重点的重点 有很多的时候呢 就尤其是在最前沿说我们说的这种高科技的最前沿 你要是没有那个爱国心的话 可能对于很多的这种诱惑 真的现在全世界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我再补充一点呢就是外媒在报道这个启明计划 或者叫千人计划2.0版的时候 一再再强调说这现在把它跟高危职业打上引号 说尤其是如果被中国大陆招募去的话 可能会有很多的风险 当然这是外媒的一个口吻 甚至我们也知道呢 美国在去年的年底的时候也把一些 比如说你要去中国从事高科技的一些产业 他把它定为一种违法的行为 所以教授您认为在这样的一个大环境之下 中国我看到也有报道是说 可能要缺20万这种高精尖的人才 您觉得可以在千人计划 或者启明计划当中有所突破吗 我觉得目前为止 实在来讲这个压力非常大 压力非常大的原因大家都可以了解到 首先第一个 这个国际化讲的不单是豁唱其流 也是人尽其才 这个你要了解 就是说你强调说缺20名的高科技人才 但是高科技人才当中 它本身的内容当中 如果你要指望爱国主义 这个是没有用的 尤其现在这些刚毕业的高科技人才 像那种全学生那种案例 的是少之又少 基本上就是不太可能 早先70多年前的时候 确实是建立新中国 是一个蛮吸引人的口号 因为我自己家里也就有这种人就是到了美国 然后就是回到中国去也有这种人了 所以我跟他们在一起聊天的时候 他们也是觉得哑然失笑了 就是说那个时候这个爱国的心血都超过一切 那这个人才的缺乏 我觉得极有可能是不止20万 因为这个人才的性质不是只有科技而已 对 因为现在美国打压的话 如果你仔细看的话 他其实是两种人 一种是发展高科技 另外是投资高科技 这两种人我都有认得的 那那个投资的话呢 就是VC Venture Capital 里面也有很多人 因为整个中关称的建立 那个美国来的VC公司 这个帮助是非常大的 因为说大家一起挣钱的时候 是这个蜜月期 那你现在整个投资的公司的话 在各方面 他们具有三方面的象征意义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说我觉得这件事情困难 要克服很困难 但他们三方面象征意义 第一个就是说 他们对中国展现的信心 不畏强权不畏压迫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他们用实际的行动来参与 解决中国目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那这个也是很具体的 一个是缺钱 另外一个是缺人嘛 对不对 还有第三个的话呢 我觉得呢 就是说我们现在到了这个阶段 这种高科技人才 他们会把他们的前途压在哪里 是压在美国呢 那还是压在中国 你一定要把这个问题的具体化来讲 因为现在的话呢 只剩下中美两强在有关于高科技的对峙 那这个对峙的过程当中呢 对于很多的这些人来讲的话呢 在发展的过程 我必须强调到目前为止 美国的卡脖子也好 美国的禁止投资 禁止高科技这些都奏效 都有一定的效果 但是呢 时间久了以后 让大家慢慢慢慢感觉到 这个是你一个 我们在哲学中叫做存在主义的选择 就是你想在哪里终老 你想在哪里发展 你想在哪里进行你的career 那这个的话呢 是一个你自己存在上的选择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我觉得呢 他们这方面如果投资的也好 高科技的发展也好 他们都有三方面的意义啊 所以对于我们来讲的话 这个启明计划本身是不得不做 但是必须要成功的一个计划 否则的话呢 这个卡脖子的事情会延续很久的 没错 我看到在这个启明计划当中 也有很多的就是类似于报道 都在讲说中国一定要突破卡脖子这件事情 所以这是势在必行的 我们再继续跟教授来观察吧 看看呢 这样的一个无论是什么样的行动 现在全球抢人的一个环境 包括我们新西兰现在天天在跟澳大利亚吵架 就是因为我们觉得我们的人才被澳大利亚吸走了 所以大家都在抢各种人才的一个环境之下 中美之争相信人才一定也是重中之重 好时间呢 也过得非常快 情况很像 对呀 情况很像 我们时间过得非常快 就是心才傲用啊 因为你们太接近了 太像 其实打开地图隔得蛮远的 你知道吗 我们其实坐飞机蛮远的 真的是蛮远的 完全不一样的概念 对呀 这个是什么样的概念呢 因为呢 等一下我们再一起讲吧 你先问 好 我先来说 因为现在呢 我也是一说到这个话题 就一肚子气 我相信教授也一定是 我们先给大家呢 几个最新的事情 这个呢 大家现在看到图片上的 是来自于南方日报 他们的一个总结 但其中的数据呢 其实主要是来自于美日新闻 就是日本方面的一个数据 提到的当然就是日本的出口额 以及中国的海产主要的进口的国家 因为大家也知道 福岛污水排海之后呢 中国方面是宣布了 全部停止日本水产的进口 是全部哦 不分县市 也不分产品 全部禁止 所以大家就在说 那到底会给日本带来多大影响 这个数据就很直观的 给大家体现出来了 首先呢 在日本水产品的出口当中 最大的市场就是中国大陆 占比可以达到22% 排名第二的就是中国香港 占比也达到19% 所以加在一起 这已经是四成了 那换句话说 40%了 对啊 40%了 那换句话就说呢 一进了之后 那这40% 日本就要自己想想去哪里找市场了 那同一时间 我们再来看 中国方面又从哪里进口海鲜呢 排名在前五的分别是厄瓜多尔 俄罗斯 越南 印度和加拿大 日本其实是远远排在后边的 而且同一时间 我昨天看到 俄罗斯的卫生监管局也表达了 要加大对于中国出口水产品的范围和数量 所以对于中国来说的话 我不从你日本进 我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进 但对日本来说 他的这四成的出口要去哪里呢 教授您认为是给美国吗 还是会不会倾销给台湾呢 因为我看到驻日的代表啊 谢长廷他是说了 微量的放射性元素反而对身体是有益 身体好 对 教授您怎么看 我告诉你啊 你刚刚讲的问题啊 格局啊 不大 我们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讲 这个叫环境伦理学啊 这个环境伦理学呢 就是牵涉到伦理道德 这是善恶之间的选择 什么叫恶呢 就是呢有一件事情 你知道对别人不好 然后你还要这样执意为之啊 这就叫做恶 就是你明显的 把一件不好的事情 加在别人头上 这个叫恶 不管是小大 这都叫恶 这是恶 另外的话呢 他这个大恶是什么呢 就是他混淆视听 而且呢一直是这个造谣声势 因为大家了解2011年啊 3月11日的那个时候 这个东京电力公司在福岛的时候 其实是他们的反应炉 受到了海啸的影响破裂了以后 结果日本人的话呢 我不晓得他们脑袋是怎么回事 就是说造谣说你赶快把它封起来 水灌进去要降温嘛 什么叫做这个核能污水 什么叫做核污染水 这意义不一样的 因为污水就是说你的 那个反应炉里面的机芯 含有放射性物质是封闭的 那个水是纯粹是降温用的 然后排到大海 那个叫做污水 结果他把污水讲成污染水 污染水是你整个机芯都爆开 我跟你讲 12年前我是亲眼看到 至少我看到山场大爆炸 还不是小大 几乎都爆开了 那日本本身发觉这个机芯已经爆掉 烂成一滩的时候 没有办法用的时候 就赶快找人 先是往里头一直不断的灌水 然后的话这个水源渗到地底下 这个一样的水就影响到了地下水 那这里面现在累积出来了 130多万吨的核污染水 日本拿这个没有办法 他的大饿是什么 他的大饿是很多人跟他建议说 你有好多种处理的方法 他不听 不是常见就是为了钱 日本什么发达国家 就是为了钱 我帮他算过一下 其他什么你气化他 然后用混凝土埋他 放到深层底下 放在地下水底下什么的 这个钱大概是10倍到60倍之间的价格 日本人舍不得花这个钱 你舍不得花了钱 你以后心甘情愿的犯了一个 这个环境伦理的问题 然后这个是大饿 然后饥饿是什么的 饥饿是美国跟欧洲的国家 居然帮日本背书 连那个IEA就是国际原子能机构 他都不敢背书 他说 We are not responsible 我们觉得日本已经做了 Try their best 这个报告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但是呢 就是说至于日本要放到海里去的话 要排到海里去 我们没有办法负任何的责任 这IEA讲这个话简直是混蛋透顶 叫你这个组织干嘛 不是就是防止污染的吗 就叫急着 就说日本人拉了国际视听 要用这个西方的 要用IEA的 要用美国的 来压制这个其他的人 没有 最倒霉的就是说 太平洋的诸国 跟这个东亚附近的邻居啊 以零为户 这个是最可恶的事情啊 所以这个基本上 他们就忽略了一个 重要的一个伦理原则 我们当初我在读书的时候啊 就没有这个学问 环境伦理学 这个完全是西方人 尤其是欧洲的人 自诩为发达国家那些人 传进来的理念 这个理念一旦传进来以后 哎 现在居然自己不在乎了 那个解释是可怕到极点 还在瑞典还搞了一个环保女孩 强调这个妈这个妈那个 妈妈咧咧的 现在突然一下 这个日本要排放了 既然是美国的 美国大爷跟这个欧盟这边的 大官都同意的话 他的屁也不敢声一声 就说没错没错这是 最可恶的是 最可恶的是 是台湾这边的官员 基本上是谢湛丁还讲这种话 吃点放测性物质 对身体好 我觉得日本官员 都不会说这种话 台湾的 我觉得他也是蛮厉害的 我跟你讲 我昨天晚上在饭桌上 跟一些朋友我们在聊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台湾怎么会这样子 我说在台湾 你们一定要了解一件事情 他们叫日本人叫爹 然后叫美国人叫爷爷 然后日本人叫美国人叫爹 是这样子的 他们是祖孙三代 就是连在一起的 就说你们一定要认清 一定要认清 就是这件事情 而且那个什么 这个蔡英文 陈建仁啊 什么这些人 我还想吃日本的食品 什么都好 日本的苹果好 日本的杀西米好 日本什么这个好 这个日本东西好 你要做给谁看 你做这做 那还不是做给美国人 欧洲人看吗 对不对 他们这个是拿自己的生命 都不管的 是疯了 我跟你讲真的是疯了 谢谢你讲的话 真的是疯了 其实我觉得我能够非常体会 刚才教授的那种心情 我每次讲到这件事情 我也特别生气 日本一直在说 这是一个科学问题 那如果它真的是一个科学问题 你为什么不让其他国家的人去采样 让同样关心这件问题的人 来共同验证了 然后呢 你只说穿 那其他的放射性物质 你为什么不提呢 前两天 每天呢 从比如说受污染的这个水域当中 拿两条鱼来说要做一下测试 结果呢 就每次只抽两条鱼 两条鱼呢 只检测有没有穿 那你说这怎么能够让周围 其他国家所放心呢 对不对 因为我跟你讲 日本人真的还不如俄罗斯人的 因为这个Channel Bear 那个时候发生事情的时候 对世界负责任的态度就很不一样 因为那时候我在欧洲住 我们那时候的话 这个青菜的话都没人敢吃 因为那个福射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涉及到生死的问题 就是没有任何讨论的空间 那大家既然 大家现在既然环保意识如此高照 而且你要了解这是大海哦 这还不是地球啊 对不对 因为你大海本身来讲是流动 各式各样洋流 一排排三十年 三十年 一百多万吨 那这个还得了 你可以算得出来吗 他每一次的话 你把一百多 一百三十几吨的这个水 除以三十 大概每一年要排出 这个好几 我的数学也不好 好几万千万吨的这种料 所以这个其实讲起来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保浩劫了 所以说我是从阿恶跟极恶来做分析的话 大家就可以了解到为什么很多国家就是说非常生气 因为最主要你这根本就是欺负人嘛 对不对 你欺负人 你拉帮结派的目的就是为了欺负人 我觉得刚才教授 要人家应推下去 对 我觉得教授教会大家的一个新词 下次再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用上了叫环境伦理学 要跟他们来讲一讲哲学 讲讲伦理学 你到底在做什么 那作为啊 就比如说我再补充一条小新闻 作为这一次支撑的 你看被他背书的爸爸 还是叫爷爷的 说这个美国 那美国嘴上这么说 但是他真实的动作其实是蛮真实的 就是说他的就是比如说真实自己去做的 可不就是嘴上说的这个真实了 给大家来看下一张图 说的是什么呢 就是一边在支持排海 其实一边美国在减少进口 我看到的日本农林水产省 他们的一个最新的数据 就说呢美国今年上半年 是减少进口日本农林水产最多的国家 而主要减少的三种食物分别是什么呢 是日本酒 鱼米和扇贝 而这三种食物的生产地 都是正好在这一次核污染水排放影响最大的区域当中 是的 而且你看哈 右边再给大家看另外一张图 这个是网友最近热议的 是什么呢 就说美国为什么会允许日本把这个核污水清倒呢 是因为美国使用的世界地图和中国使用的不一样 上面使用的是美国的感觉他们俩离很远 但其实地球是圆的 而中国呢就让你们看一看中国和美国之间到底有多近 当然这是一个戏称了 不过大家现在在讨论的点就是 最近呢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强硬的 那会不会把美国推 对不起 是会不会把日本更推向美国的怀抱 而同一时间呢 我们也看到中国网友的态度也是非常非常强硬的 比如说呢 现在不仅仅是日本水产品 包括了像化妆品 甚至不要去日本旅游了 那么这样的一个状态之下 会不会让中日之间的关系也继续恶化呢 教授 是的 我跟你讲你问的问题非常好 首先第一个强调美国 美国要记住 美国的外交跟他的内政是完全分开的 布林肯说 哎呀我感觉很满意的同时 美国在做法上来讲 因为美国人呢是经不起美国人抗议的 那这件事情是涉及到美国人健康 大家对美国人都有了解 我们会觉得说美国人叫做自私 但是美国他其实分得非常清楚有原则的 然后第二个呢 我必须强调就是你刚刚讲的非常好 希望大家以后多从环境伦理的角度来看待 因为从环境伦理角度来讲的话呢 那个为了成本的考量 基本上是最下流的考量 因为这是完全最外在的考量 因为伦理当中的话 比如说爸爸妈妈有钱了我才孝顺 这个人就是下流的人 对不对 不可以讲这种话 你有这种想法就是恶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日本人本身正在打这个招牌的话 完全违背了伦理道德的基本原则 这是一个重要的一个线索 然后另外的话呢 就是说中国在面对这个事情的话 这是一场世界舆论战 请记住 为什么呢 因为欧洲本身来讲的话呢 就是他觉得呢 因为他们拿这个日本牌核污染水入海的事情 作为日本心甘情愿当棋子 当共同的儿子的这个交换条件 所以说呢 他们支持日本 但是呢这个舆论这样站不住脚 因为这个海大家只有一个 地球只有一个 是这洋人西洋人教我们的观念 现在变成海都被污染了 你居然视若无睹没声 那这样子的话呢 对我们来讲情何以堪 那这个洋人讲的话都不能信了 所以说呢 这是一场舆论战 在这个舆论战的表现过程当中呢 有一个变数 就是说中国跟日本之间呢 心仇旧恨一连起来了 哇那不得了 那真的不得了 因为这个 我这个人是历史感非常强烈的人啊 对不对 大家都知道 就是说是一有日本的话 但日本现在做事明显的 在我们的分析当中 他就是一个恶 所以说我这件事情 我不但拍了视频 接受了多次的访问 我甚至自己还写了文章 我写了文章 我要唤醒大家的意识 因为我们有这个环境伦理学 完全是一个西方的概念 以前中国在求发展的时候 哪里照顾过环境啊 对不对 然后我们说这个金山银山 比不过青山绿水 这个观念讲的就是 你在求发展的时候 你就不在乎环境 大家都知道 这是台湾语情况也是一样啊 这是一场浩劫嘛 那日本人既然自己很重视自己的环境 那出现这种问题的话 来把这个问题的话 通通归国家 你跟美国跟欧洲 你可以借钱啊 你可以借钱来把做的好一点啊 对不对 你这个事提都不提 反而不借钱还不讲 还要花700亿美元去做公关 对 还要五天农民 是 这不简直奇特啊 这个现在各国都在 差点张话都骂错了 我看现在各国的媒体啊 都在等着日本的钱呢 他不说他要花700亿去做公关吗 要让大家说服所有人 让我们接受呢 这个核污水是安全的这件事情 我们再看吧 这件事情要说下去啊 我估计大家呢 一会儿也说不晚了 我可能一个小时都可以跟教授来聊这个话题了 不过呢 现在时间的关系啊 牵扯到的真的是太多了 不过我今天的确是听教授的课 是非常这个长学问的 长知识的啊 大家以后呢 就可以更多的 希望唤醒更多人吧 关于这件事情的关注 好这样 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 我来念几个donate 然后回来之后呢 接着我们要跟大家来聊的就是金砖峰会的话题了 也是一个呢 对于中国来说 对于整个南方来说 非常非常重要的消息 好小焦 我去拿点水来喝 我去拿点水来喝 好 不过没关系啊 都感谢 所有今天给我们donate的朋友 都是非常非常感谢的 然后呢 我也来看看啊 大家 大家都是我看都在聊那个关于日本的话题 我们新西兰这边 正好教授去拿水跟大家稍微聊两句 新西兰这边呢 其实 就是当时这个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 其实也来我们新西兰了 就来整个太平洋岛国 当然他们也是为了就说游说嘛 希望说呢 因为我们太平洋岛国的一些国家也会受到影响 他就希望呢 我们能够买账 然后呢 新西兰大家也知道是一个非常保护环境的国家 然后除此之外呢 新西兰也是完全无核化 就非常讨厌核的这样的一个国家 所以在这一次的和污水排放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的这个外交部或者是政府的态度 他不可能说是跟中国一样 就说完全禁止 但是他表达了就说呢 认为日本排污水是一个不正确的选择 但是他同一时间也认为说 国际原子能机构的那个报告 他觉得他还是相信的 其实就像刚才教授也提了 原子能机构那个报告人家写的很清楚 我不负这个responsibility 我不负责任的 我只是告诉你 他做了他能做的 但是你国家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还是你国家自己要说了算 其实说到这我就在想 你说韩国的民主 通话根本就是个通话 没意义 另外我觉得耿爽在联合国发言非常好 然后日本如果强调这些水根本无害的话呢 那为什么不到日本直接浇花了 你浇花也需要水啊 那既然有害的话呢 那你干嘛又排到大海去呢 那不是矛盾吗 是 那还能够强调什么 我能喝啊 又能吃这个 还对身体好 不够八道 我来啊 这个也感谢一下 还有这个PAC1的donate 大家都觉得听得非常爽 还有谢谢金晶的donate 金晶是说 诚儿我也想在广告的时候问教授这个话题 太巧了 他说请问院教授要看这个郭董宣布竞选2024台湾领导人说赖功德是不是可以提前宣布当选以及躺着当选了我正好想在广告期间问教授这件事因为刚刚看到的嘛就是最新的一个消息 而且呢就是郭台铭他宣布他参选而且我也看到国民党那边表达了极度的遗憾 教授您怎么看这件事 我记得有一次你在问我说是为什么国民党沦落至此啊对不对你记不记得我都给你马上给你的答案就说一个政党的话呢要讲理想啊而不是一个公司因为公司要讲利益这个大家叫他郭董郭董其实在政治场合当中就是污蔑他的人格德不配位啊就是你这个本身的话呢在德性上来讲的话呢根本不配你今天占据这个位置啊假如说的话呢你本身没有 任何选票的话你基本上你在做宣布跟不宣布的感觉是一样的但是他有这个位置然后他这个德性他失德在先失信在后所以说呢原则上来讲他今天所做的这个宣誓对整体来讲甚至对我个人来讲都是一个非常无耻的一个动作我觉得这个我相信啊我看到很多的底下的评论我看到听众也在说就说呢这个基本上是不是可以对于绿营来说就躺赢了就说为什么 其实在这边也想让教授说一说刚才其实教授已经提到了就说你组建一个政党要理念你不能是一个经营企业的一个想法那为什么蓝营就这么不团结呢教授 我跟你讲啊蓝营不团结的原因啊就是这是一个逻辑上的问题大家一定要搞清楚我在电视台上常常在讲 什么蓝啊绿啊什么的这些的话呢基本上没有意义因为人的思想是自由的嘛小教我现在跟你讲说啊如果你住在台湾你也是蓝的你就不高兴啊像有一个就讲说哎呀你是莫蓝 我说什么莫蓝我是红红 他吓坏了以后再也没有人问过我这个问题了 是啊我就不要让你产生模糊的空间 红不红不红不红是我自己的事啊 你懂吧本身你政党要吸引人来认同你是要靠理想的 你我们都读过三民主义啊你把哪拿出来啊 孙芬莱写的三民主义啊有民族民权民生啊 你这个你讲讲也可以嘛 否则你就干了你成了国民公司了 你成了国民公司以后这个郭董才厉害啦 郭董讲说你要搞公司我最厉害对你不选我都不行 不蓝啊对不对我们讲的是政治选举而且是关乎前途的选举 而且我们讲的是未来极有可能最后一次啊 对啊对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我跟你讲我本身呢 以我的才华跟能力我原来也可以留在外国的 我可以看餐厅啊我可以做教授啥都行啊对不对 我毅然决然我跟我兄弟两个人马上就赶回去教书了 那我们本身来讲居然选择一个前途被这群无知的人乱搞的情况下 你认为我们是不是感觉很痛苦情何以堪啊 是而且现在很危险呢我看到呢也很多外媒就是我最近也在看新闻 就说呢比如说一些军演啊整个台湾现在的一个情况啊 其实是蛮担忧的所以这次的选举本来应该蛮重要的啊 我们到时候再来看吧因为现在呢可能距离选举还有一段时间 我们不断的会看到消息到时候再请教授给大家来分析 好时间我们必须得马上回来了因为今天还有个大话题没聊呢 关于金砖说到团结这个金砖到底可不可以算得上团结呢 也跟大家稍微先总结一下金砖峰会在24号的时候已经正式的闭幕了 那这一次金砖峰会当中两个重要的里程碑式的一个结果 第一当然就是迎来了新成员 沙特阿拉伯伊朗阿联酋埃塞俄比亚埃及以及阿根廷 从明年1月1号就会正式的加入了 第二个当然就是呢在会后公布的约翰尼斯堡的宣言 鼓励金砖国家与贸易伙伴来使用本币贸易以及金融的交易 并且还呼吁了要改革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 也就是说呢要让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 在其中呢要去担任比较主导的领导的位置 所以教授我想首先请您来聊一聊这一次加入的这些新成员 首先亚洲的国家没有在这一次行列当中 比如说印尼大家都以为他会加入但没有 除此之外阿根廷和埃及这都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当中的两大债务国 等于说都是需要外界去帮助的 所以说在选择加入新成员的时候 我们能够看出什么样的讯息呢教授 我跟你讲啊这一次金专会议的两件事情 一个是扩容啊另外一个是去美人化 其实都非常非常困难 为什么呢因为你金专会议大家在对比的方式 就是强调G7嘛 那人家G7的话呢坦白讲啊 G7好比是北大清华大家都想读 但是人家要不要你是一个问题啊 那这个G7的话呢本身的话呢就是community college 啊原则上的话呢是越多越 那我现在呢先讲这个扩容啊扩容的结果当中呢 大家都会觉得哎为什么亚洲国家没有 对亚洲国家没有就是因为中国在引导 你知道吗如果说中国在搞亚洲 就是把金专变成亚洲的金专了嘛 懂了不好意思啊为什么 因为现在金专最具体的一个单位 就是那个前巴西总统罗赛夫 所主导的叫金专银行嘛 金专银行跟世界银行就是分庭抗礼的味道很强嘛 嗯好了这是第一点嘛 那第二点的话呢金专扩容的话呢 选的国家当中啊那个就是非洲国家 在埃及跟埃塞厄比亚对不对 然后南美洲国家选了阿根提 剩下的全部都是中东国家啊对不对 阿联酋啊沙特啊伊朗 这个是世界超负 再加上俄罗斯整个全世界的石油 大概80%都到金专来了对不对 你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金专在扩容的过程当中 还是要挑比较有实力的人啊 你不能够一来就组成盖方 盖方是没办法对抗机器的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了 那然后呢就是没有亚洲国家 然后非洲国家的话呢象征性 这个这个这个埃塞厄比亚 他本身来讲的话呢 是世界有名的穷国 那吃饭都有问题穷国 那加他进来的话 就表示金专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南方国家 尤其是全球南方这个概念 尤其是这个这个扶清济贫啊 帮助贫穷的国家 这个的话呢在道德上的制高点 对于所有的没有加入国际组织的 这些国家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希望 在联合国开会 我不晓得你知不知道 今天的话呢在联合国投票当中 中国是稳超胜券的 有任何的什么什么什么超级安理会员国 那中国的通过起来都非常容易 这个本身来讲就是一个预期到的一个好处了 就可以了解到 因为他们这个 因为你比你比投票的话呢 当然金专国家的票数非常多 这一次的话呢 南非办的话呢异常的成功 整个非盟都便一加入啊 为什么呢 请大家要了解一个概念 国际组织是不讲道德的 国际组织是讲利益的 有一个叫做马基亚维利他写了一个君王论 你国与国之间来往的时候 就是要看你得到的利益的多少 我们中国的历史也是一样啊 就是说我们 为什么讲到秦皇汉武了不起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来讲开疆扩土 或者说是什么唐太宗什么的 他们开疆扩土 就说一个政治人物的地位 就是按照你上台前跟下台前那个国土的面积 就稍微减除一下 你大概就知道他所干的好不好 那这个金专国家所有的人都懂这个 包含大家不要看到什么菲律宾啊印度啊 好像笑话一样你错了 他们都懂这个 那金专本身他们加入就是为了有好处 那谁出好处呢 你不能够指望印度啊 你不能指望巴西啊 他们自己都积极不保了 那俄罗斯现在正是惨的时候啊 那南非本身来讲有没有办法 所以说金专国家的话呢 就是中国在引头就是拿出 拿出各式各样的好 好处跟共享吧 其中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刚加入的阿根廷 阿根廷的外交部长公开的感谢中国 我看到 为什么因为阿根廷原来的这个违约的事情 非常严重通货膨胀都是百分之百 那这一次的话呢 美元债他能够拿人民币换成美元 度过这个危机里面主要的内容 导致出阿根廷没有违约有足够的美元 另外的话呢人民币一直不断的下跌 这都是原因啊 对 这就是代价 这就是你在纽约联合国一投票的时候 你永远是当老大 当老大就得付代价 我觉得教授刚才说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就是说呢 这是一个利益 这个就要讲利益了 这不是说你国家的某一个党派了 这是一个国际的组织 而且呢 对对对对对对 国际政治一定要 国际政治要讲利益 中国也不例外 小国也不例外 弱国也不例外 对 而且我觉得教授刚才说的 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 对 一个是利益 其实教授刚才还点到了一点就是希望 说的是什么希望呢 就是给了这些南方国家 可以在世界舞台上发声 重塑世界秩序当中 自己可以参与的这个希望 这个希望我觉得不是金砖给的 而是中国给的 是大家看到呢 另外的一个巨头起来了 可以跟美国去抗衡之后 在他们呢 一直受着各种的经济方面的质押 或者是说呢 各种的欺负之后 看到了一个新的希望 所以呢 我昨天也去看了一下 这一次呢 这个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 其实他也有去出席金砖峰会的 他出席完之后呢 就说了一番话 其中呢 他就提到了一点 他说现在全球治理结构的 框架是在二战 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去建立的 而同一时间呢 他就提到说 所以现在很多当时被殖民的一些国家 就没有办法发生 或者是被排除在了世界治理之外 但是同一时间呢 我就看到华盛顿的智库 美洲对话 他就认为说呢 说现在的金砖国家 大家也不要抱有太大的希望 因为内部呢 其实他们都是存在着分歧的 所以他认为呢 这个金砖的象征意义是较大的 而且还有一种声音呢 是说说中国在金砖当中 这次扮演的角色 以后可能对于其他的南方国家来说 也并不一定是件好事 换句话说呢 就不论是美国做老大 还是中国做老大 最后的结果都是一样的 教授您怎么来看 我跟你讲啊 美国人呢 华盛顿的这个智库会做这种评语啊 就是不安好心啊 为什么呢 我现在讲的非常客观的立场 这个金砖国家啊 所有的国家potentially啊 他们潜在那 有可能变成金砖会员国的话呢 他们都有三种标志 第一个就是经济上 他们比较不发达嘛 我一开始强调G7 G7就是发达国家 成立富人俱乐部 把强俗的高高的不让人家进来 这不就是坏人干的事吗 这个我们都了解 然后第二个的话是历史的 金砖国家大多数国家 都当过殖民地你知道 你知道我本身有一个 开发中国家硕士的学位啊 以前我在比利时读书的时候 他们的质幣在中非钢果河流域啊 比比利时大93倍啊 他们的金矿 右矿 铜矿跟钻石矿 包含了手势钻石跟工业钻石 都是世界第一啊 五大矿世界第一 结果穷的妈没饭吃啊 就是金砖国家在历史上来讲 这个整个的结构 我当时在读书 我是用法语读书的 我很多同学的爸爸是比利时白人 还是在比利时钢果 那个后来叫萨伊啊 在那一边工作 因为他们很得意跟我讲说 没有比利时人萨伊根本没办法 不要说建设了 就是连运作都不可能 就是说是这种情况 他们这是判别的 然后第三点是心理上的 什么叫心理上的 这个全世界冒出来 我说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 为什么我死心塌地的支持 中国现有的做法 并不是因为说是我 我这边的话的想法各方面当中 但是中国为了战后的志趣 提出一个选项 对对 给谁的选项 给刚刚前面讲的心灵上 历史上经济上受到创伤的选项 比如说我现在人在广州 我在这个机场出来的时候 黑人非常多 他们来到广州后 他们感觉到他们可以公平地被对待 有机会发展 他们没有那种明显的那种种族歧视的问题 其实说良心话 这个种族歧视的概念啊 其实也基本上是帝国主义遗留下的产物嘛 人家那边过得好好的 你来以后几百年搞得人家眠不聊生 这有啥事呢 有什么好处呢 所以金砖国家在历史上 在经济上在心理上 非常喜欢有人出来做这个老大 那中国更好了 因为中国本身来讲我们这边 我们中国基本上是一个经济民族啊 我们说良心话 我们在政治上的话呢 弄不出那种马基雅维利似的 就是人家垮我这边就好 没这种心情 我们在社会上来讲 我们自己的社会制度非常好 我们每个老人就是靠自己的子女养啊 那你没有子女的话呢 就是这个不孝友善无后为大 你看你自己对不对 观寡故图是你自己的事儿 就说我们的社会制度 基本上也不需要用国家的力量来补充啊 所以金砖国家越对中国有所了解 越发觉这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对其他的不可能 对真的 其他的真的不可能 有的是有心无力 有的是有力无心 通通都不可能 而且呢 我听完了之后我就想起来 就有人评论嘛 说美国的这种当老大 他是要当霸权的 他是不能让别人好的 他是一定要让大家都服从他的 叫爷爷叫爸爸的 但是中国的那个所谓的老大呢 他是希望我好大家好 这样一起好了 是不是我们就可以共同前进 所以这个老大的概念完全是不一样的 但说到老大啊 这边也想请教一下教授 我看到的有一种说法是说 说都中国这一次在金砖峰会当中呢 他是有意的在低调 然后呢 对比的是谁呢 就是这个东东盟的峰会 大家就在说 说东盟峰会之所以能够成功 跟印尼的克制是非常有关系的 这是来自于东南亚 他们很多的一些说法 就是专家的说法 那教授您认为中国在这件事情上 应该是效仿印尼在东盟峰会当中的那种克制 还是在这个金砖国家当中 真正做起这个挑头的老大呢 你这个问题也讲得很好啊 因为东盟在这个做法当中啊 因为首先第一个 因为世界的冲突是老大跟老二之间的冲突嘛 所以说是东盟也好 甚至印度也好都表现得非常灵活 这是形势使然啊 这是进入了东盟跟印度的时代啊 那个这个是我们可以理解 那另外的话呢 那印尼本身呢 你知道印尼所有的岛连起来跟美国一样大 就加上领海啊 印尼非常大 人口非常多啊 所以他本身来讲呢 印尼本身在整个地理位置跟历史发展的关系上来讲 他基本上的话呢 非常懂得东盟的长处跟他的短处 东盟的长处当然就是说 他们这些物产丰富啦 他们海洋资源丰富啊 这各方面呢 他们的短板的话呢 就是说是他们自己的种族宗教人缘复杂混乱在一起 然后实际上 这个马来人本身大马来主义 你不要忘了大马来主义包含菲律宾 马来西亚印尼他们本身 各种情况 那么印尼本身我觉得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很 就是从中国学了韬光养晦那一套 因为我刚刚说过 所有的国家在整个营运自己国家的时候都是以利益为主 东盟有东盟的利益 就是RCEP当中 大家也要了解 很多人会觉得说RCEP什么时候开始运作 是印度一退出就开始运作 印度他胡闹 也是为了他的利益 对不对 他也讲得非常清楚 对不对 但是他退出了 你比如说TPP的话 TPP什么时候让中国感觉有希望 就是特朗普一旦退出以后 因为你自己乱搞 那没有话讲 你违背了你自己的利益 那这个就没有话讲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东盟现在发展的话 比较麻烦这两个国家了 一个菲律宾没有实力 但是可以闹 另外的话就是不太想闹 但是真的有实力 就越南 对 而且现在美国你看 就在极力拉拢这两个国家 关于东盟峰会 接下来我们也会跟大家 都会去观察的 你看这个特朗普 不是 拜登不去了 他派贺锦丽去 但是呢 拜登说他自己要去越南 这个我们等到之后再来观察 最后剩几分钟 对对对 就是我讲的意思 对对对 就是刚才教授 我给大家稍微总结一下 好最后剩几分钟 我想呢 让教授再给大家讲一讲特朗普 最后一个话题 本来其实我还准备讲俄罗斯的 就算了 我们把它放在一边 反正这个普里格任 那个事情一时半会儿 这个连续剧也结束不了 我们到时候再跟教授来说 我们最后啊 聊一点点特朗普 因为在周末期间 特朗普真的是上演了一场大戏 首先呢 看到的就是呢 这个整个的像这个德桑提斯啊 还有其他的七位候选人 共和党候选人 他们呢 是在威斯康辛 就举办了首场的辩论会 而且呢 特朗普选择了同天 同一时候 播放了他与保守派著名的评论员 卡尔森 预录的访谈 我去看了一下 这个访谈 截至到我刚刚上节目之前 已经有获得了2.6亿的impressions 应该叫曝光率吧 就是或者叫触及率啊 2.6亿 而且我看了整段的采访 说实在的 真的比他在呢 就是比如说辩论场上那种 这个大家吵架的状态 我觉得好太多了 他整个人呢 又比较的抗 然后呢 又把自己的观点 说得非常的透彻 所以教授您觉得 他这一步棋 是不是玩得非常高啊 我跟你讲啊 大家呢 首先第一个 你对美国要了解了 美国本身是一个情绪化的国家了 他的情绪是来自于媒体了 因为我到美国亲戚的时候呢 不管有人没人 那个CNN都不断的 美国人会觉得说 我都听了CNN的消息 要不然我家里的话 他们信基督教的比较保守 他们是看福斯新闻 Fox News 但是都是不断的嘛 然后但是他们心里都明白嘛 你这个新闻就是有他的立场 那我现在讲的话呢 这个福斯新闻 是特朗普的一个大本 那特朗普本身这件事情 首先第一个 前总统到监狱里面去拍预计 这本身来讲 你能够想象吗 就拍这个感觉 是首先第一个 然后第二个的话呢 他自己感觉到呢 他一点这个 他不但是没有说要抗拒去拍这个预照 他还是主动入狱的 他自己搭了四人飞机很高调的去 虽然只有前后大概不到半小时 主要就是拍了照片 然后就是20万保释就走了 但是他利用这个机会呢 就把这个照片拿来在他的这个 现在不叫推特的叫X 他就是在这个X里面就发布了 然后他心里得到的感觉 然后你刚刚讲的那个曝光率啊 也是指在X里面所产现的一个功劳了 另外的话呢 就他利用这个机会来募款 710万 哇他的数字两天内的话破千万了 已经破千万了 你要了解 我看710万 对 我跟你讲 你那个数字可以update一下 哈哈哈 可以update一下 因为 因为什么呢 因为美国是一个非常奇特的国家 美国的选举就是在比钞票 比钞票的结果所产生的 这种事情的话呢 就是谁的募款能力强 就代表他的当选率比较高 那特朗普的话呢 一十三秒 把这个就打下来了 所以今天早上这个大家问拜登啊 那张预兆你觉得怎么样 拜登苦笑一下说 Hansom boy Hansom 就是这样讲 就是这个其实就是没有什么办法 就是说特朗普不按牌理出牌 那个法律的话呢 他也不是说不重视 他也重视按照法律的规则来 但是你不管是法律武器化也好 或者说是美国也是一个很悲哀了 也不太看他的政绩 出现的一个结果的话呢 扶摇之上 就是我今天看了你给我的资料之后 他领先得上帝是四十个百分点 是 美国四十百分点都不容易了 那你还 那赢四十个百分点 那开玩笑 那百分之六十比百分之二十 那还得了 对不对 你可以了解到 这个特朗普本身来讲的话呢 他自己也很明白的知道 他这样的做法是对的 他很明白的知道他这样做法是对的 如果特朗普再回来的话 我看美国大概也有麻烦 我给大家补充一下 就刚才教授说的那个 就是刚才呢 也打出了那一张图 其实这个的是路透社 还有呢 伊普索他们做的一份最新的民调 就是在这个辩论后之后出来的 然后呢 看到的结果就是基本上 你看特朗普的支持率是爆表的哦 然后就在那一天 辩论的那一天 一下子爆出那么多 而且同一时间呢 其实这个民调还问了一件事 就问到 如果民主共和两党真的上演了 拜登和特朗普来冲棒 就是他们俩来对抗的一个戏码的话 你会选谁 结果呢特朗普获得了三成八 拜登只获得了三成二 所以最后一点点时间 想让教授给说一说 就是这个就像刚才教授也讲到了 特朗普他自己有个特别强的吸金的 就是我们说吸捐款的 或者吸大家注意的一个能力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前提 吸眼球的 吸眼球的能力 你说又说他性丑闻 又说他甚至上升到叛国罪了 就什么罪都在他身上 这样的一个嫌疑人 那拜登得让美国人民失望到什么程度 大家才会这么支持特朗普啊 那现在的美国居民到底在选什么 他们想看到的总统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总统呢 我觉得啊小焦你问的问题 牵涉到一个非常非常具体的哲学问题 就是道德跟政治要不要连在一起 就说政治人物本身要不要有道德操守 我刚刚提到那个马基雅维利的话呢 他是十六世纪的时候他提出个观点 就是不要啊 你要凶猛的像狮子 你要狡猾的像狐狸 你一点道德感都没有啊 这大家都是有样学样 这个结果是今天的美国啊 我告诉你全世界需要一个政治哲学理论 就是说怎么样要回复到政治人物 他必须要有最起码的道德操守 我们在中国是认为政治人物本身就是要 道德的神圣人物啊 就代表啊你不能够想象你乱搞啊 我们现在讲说对于中国的传统来讲 如果政治人物可以没有道德操守 那证明我们的文化的精华是有问题的 如果政治人物不能够没有道德操守 那美国目前现行制度迟早要完蛋的 对的 就这样子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哲学问题 因为长达四百年来 没有人在这个方面来做过研究 因为对于政治人物讲求 以前我们讲春秋五霸的时候的 那个宋相公 我不晓得你喜不喜欢看东周演义啊 那个春秋五霸 宋相公的话呢 人家都嘲笑他打不赢了 就是靠道德操守屁股重见 然后居然还能够称霸的这个观念 那当时我们的中国的写历史的人就认为 政治人物就要有道德操守 所以他能够当霸主的原因 并不是在于光靠武力而已 当然齐桓公啊 金文公很厉害 但是宋相公本身靠的是他的道德 替天行道啊这些理由 那现在美国这个做法 牵涉到一个最根本的问题 就是说美国的道德人物 美国的这个政治与道德是完全分开的 你不要忘了 美国原来是非常强调新教伦理的 美国的资本主义是新教伦理 美国是道德操守非常高的 只是美国现在告诉你说 私人的领域中要讲求道德 但是公开的政治领域的话 要讲求国家利益 这种区分下到了特朗普的演绎 已经出现了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 对真的是 一发不可收拾的结果 所以说你在这种情况下 你说你能不觉得悲哀吗 教授真的 当然了这个有一点哲学答案 有点打高炮了 有点打高炮了 不过我觉得可以说是有 反正我是觉得 每一次跟教授来聊的时候 会一下子把我的视野就打开了 因为我看的可能是非常局限的 比如说还在特朗普和拜登的身上 就在想美国人民的选择 但是教授刚才一下子就把视野打开 其实这就是政治人物 已经跟道德完全没有关系了的一件事 我忽然间就觉得豁然开朗 一切好像都觉得是 对啊你就豁然开朗 你想想看 就是说你那个法国 法国总统取的都是世界名模 然后我看澳洲 纽西兰的毛利人稍微好一点 澳洲大概也够荒唐了 反正就是大家出的笑话 英国是英国是最有趣的人 这个乱七八糟什么事都有 就是他们会觉得说 你不要问我的个人操守如何 你只要问我的政治成绩如何 结了 好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今天教授 太精彩了的这个简评啊 我们真的是学到了很多 你看就是在信息背后的哲学知识和道理 绝对不仅仅是看这件事情本身了 所以再次感谢教授来上课 那我们就下次节目 再跟大家再见了 辛苦教授 我们下次再见 好谢谢小焦 谢谢观众朋友 谢谢大家 拜拜 好的今天啊 非常感谢大家呢 准时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欢迎大家以后来多多支持 当然我们的这个主频道 现在也开通了会员 所以说呢 也希望大家如果有余力的话呢 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会员来 来多多支持我们的节目 您看大家的一点点支持 可以让我们的节目变得越来越好 所以明天当然还是大家最喜欢的 三美说两话 所以千万不要错过哟 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咯 拜拜 我来稍微看一下大家留言啊 稍微聊两句 今天呢是因为教授 上线的时候稍微晚了一点点 所以呢我就脱糖了五分钟 给大家把时间补回来 教授辛苦了 大家有没有觉得 听教授上课特别爽 我就觉得有一种特别爽的感觉 就是教授总会用 他是讲的非常深的道理 你看给我们开阔了很多的视野 但是他却用的是非常简单明了的话 所以说呢就是让大家所有人 都可以去接触到 就是可能我们以前不会去关注的一些领域 反正我每次特别愿意听教授上课 好的 好了 大家都拜拜 阿旺拜拜哦 嗯 这个我看今天大家聊的也都蛮热闹的 好 大家都拜拜了 好了 也晚上蛮辛苦的 我们就下次节目再见啊 大家记得明天去看三美说两话 然后记得给我们点赞之后再离开 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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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